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大利等等一些强队都分在了一个小组 其实未免冠军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这次入选的球员当中要球迷非常意外的肯定就是主攻位置的刘晓彤 世界女排联赛当中中国女排二队受到球迷指责的球员非常多 而刘晓彤则是其中最多的一个 刘晓彤其实从来都不是中国女排的一个主力球员 虽然说他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充当一个奇兵 帮助中国女排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去逆转的东道主巴西女排 但他充其量只是一个替补的球员 可以说以他的状态而实力本来是应该进不了这次奥运大名单的 而除了刘晓彤出外林立的落选也是让球迷感到心痛和遗憾的 本身不管是主力自由人的王孟杰还是替补林立 两个人的状态都有所起伏 很难独立去支撑起自由人的一个位置 但是在此前的四联赛当中 王孟杰多次出现一个状态的起伏 被对手追发之后 遗传就会崩溃 那么郎平只好换上老将林立去帮忙 而林立上场之后也确实起到了一个稳定军心的作用 而且作为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最佳自由人 林立也曾经出色的表现 也是得到球迷的一个认可的 尤其是出色的遗传成功率 也是中国女排不可获取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总的来说 那么林立和七千女搭配会更加的默契 而且她的一个丰富的奥运会参赛经验 对中国女排应对强敌的时候 也会有不少的一些帮助 可以说不管是从哪一方面来看 林立入围的一个可能性 都比王孟杰要大很多 但最后大名单还是让不少球迷感到大跌眼镜的 我们还记得四年赛上 林立当时替补代替王孟杰出场的时候 凭借着稳定和出色的一个发挥 也得到了央视解说的一个力挺 直言林立的状态非常的好 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球员 不可以说央视其实也是说出了一个公道话 论状态林立显然要比王孟杰要好一些 当然其实每个球迷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个球员 所以也希望他们能够都代表中国女排 去出战这一次的奥运会 但是十二人大名单的名额毕竟也很有限 不可能每个球员都能够兼顾得到 所以我们也相信郎平和教练组 也是经过声思熟虑之后 才终于决定用谁去参加这个比赛 所以肯定是争议和质疑都是存在的 那么面对这一次最终十二人大名单呢 我们也希望郎平不要后悔就好 那么只要能够出一个好的成绩 那么大家到时候的一个质疑声呢 肯定就会消失的 所以最后呢也希望郎平真的能够带着球队 去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可以点击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